希望证每年的人口数呢会逐年成长 而且都会呈现一个等比数列 已经知道这个证从1990年开始 人口每10年增长率都固定 好,10年前有25万个人 现在呢有30万个人 那么20年之后这个证的人口应该会有多少的人呢 好,我们假设说10年前的人数是25万 好,所以这是10年前 好,那现在呢在这边 好,我们把人数写上去25万 然后现在呢是30万 好,那20年后 是不是10年后,20年后 好,20年后应该会有多少人呢 好,那因为他有讲了 他是一个等比数列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我们的10年前这个25万呢 是指A1 所以A1就是指25万 好,那个万字呢我们就把它省略 只要我们到最后就写个多少万人 好,所以A1这个数我们就是25 好,那我们的现在呢就是我们的A2 A2就是30万人 所以我们A2是30 那从A1到现在呢是10年 用10年来计算一个单位嘛 所以这边通过了10年之后就是会增加R倍 那从现在到10年后呢 那从现在到10年后呢 也是一个单位 所以也会再乘上R倍 所以10年后 就是我们的A3 好,那我们现在要的是20年后 所以我们要的是指A4 好,所以A1有了 A2也有了 我们要求A4等于多少 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公比 好,公比怎么求呢 我们有A2有A1 所以我们用A2除以A1 所以30除以25 好,用五约分 所以可以得到五分之六 所以公比是五分之六 那么我们要求的20年后的A4会是多少 会是A1乘上R的N减一次方 所以就是A1是25 公比呢是五分之六 好,N减一次方 所以4减一次方 所以是等于三次方 好,那我们呢 再计算哦 25乘上五分之六 好,三次方 所以我们写三个 这时候你就不要先去相乘 因为它一定是有约分的动作 好,25呢 和两个五约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五分之 六六三十六 三十六乘以六 两百一十六 好,那我们五分之两百一十六呢 把它写成小数 就是43.2 好,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是不是又把这个万省略了 所以我们要再把这个万人的万 写回去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43.2万人 所以我们要再把这个万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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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